哈啰,大家好,Rai1です 这个卡机 世界同时Campion纪念Double Dock Confess 已经开上了一阵子了 有A词跟B词,大家都知道吧 然后这个卡机内 也是可以抽到我们一般传将的L奥 只不过今年的传将L奥 它新增的量没有到很多 就是到2020年的隶属的粗造奇异悟空 然后再往回推的话 就是到2017年第一张的超二无范 这期间的所有的L奥都会在里面 2017,2018,2019,2020 25张左右吧,没有记错的话 其实是不错啦,反正都是免费抽 有机会拨到,当然是最好啦 然后这次的话想说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主要可能会再选择A词B词 可能会出现一些小游异嘛 主要就是对于比较新手来说 老手来说其实还蛮简单做选择的 就选择自己比较缺的 A词缺三张,B词缺一张 那么当然就是缺抽A词的嘛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做选择 要是全部大致上都有,差不多的话 可能就看自己的开路数 哪里一边的开路数缺比较多就选那边 或者就是某个卡机踩新的卡太多 然后就不要去撞墙这样子 因为一般我们已经踩新的卡啦 官方都非常恶意,很容易就会推出来啦 然后对于比较相较新手 如果大部分都卡没有的朋友来说 这一次的影片可能会有少少的帮助啦 因为我是大致上给大家知道一下 A卡池跟B卡池互相之间啊 如果是以整体的私利来说 哪里一边会比较优秀这个样子 这边的话可能我直接给大家一个结论啦 A卡池的角色绝对会比B卡池来得更加的优秀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有神剑乌范这个点 它特别特别的猛啦 然后这个卡池啦 就是之前有讲过的啦 这个Memberia龙石 它已经正在计算了嘛 大家都知道它的计算时间 也会在26号的时候 正式倒数完活动正式开始的时候 它会开始按照我们的尾数的那个 我们的ID嘛尾数的那个号码 来按照顺息来发放啦 OK 这边前面都讲完了嘛 就直接吧来看一下齁 这两个卡池的内容 大家可以直接看一下 嗯 总的说这边 A卡机跟B卡机的内容 其实都相当的多啦 A的话是有44张 B的话是有43张啦 但是因为A卡机这边有这个剑犯的存在啦 刚才就说到A卡机的优势绝对会更大的 因为神剑犯这张角色来说 就直到现今为止 都还算是顶级的一线张力来的 单单就是它的那个扛商 就非常棒啦 就算不论它的那个扛商能力啦 输出方面其实也算不错 虽然说没有到很惊艳 可是变完升过后 四五百万的输出 我们还是可以打得出来的啦 好 那么接着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这一次新增的六张卡嘛 各卡机都有新增六张 然后在这六张卡来说 对于我们现阶段的难关来说 比较有帮助的 也算是A卡机会比较优势一点 就是布罗利跟排骨饭这两张角色啦 对比起我们的B卡池来说啦 因为天介物饭这一张 确实是对超难关会蛮有帮助 可是剩下的卡 对超难关来说 帮助会比较低一点 像超市狗吉大支鼠这一张 能力还不错 在最新的这个Cellumax上 是有稍稍的帮助一些些啦 但是就没有像是 排骨饭啊布罗利 那么显着的效果啦 尤其是排骨饭啊 自从Redzone啊 像Cellumax这个关卡开出来之后 它的那一个回合的鬼魂效果 就非常非常的棒啦 那一个回合可能 就是你的救命回合 也说不定 省了一次倒计 省了一次被灭掉的危机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艳啦 然后在这之外啦 大家可以看到整体卡池 其实下面有很多卡 不过我把蛮多的都给打擦掉 也就是比较旧的卡 在现阶段来说 也不能说它们没什么用处 就用处已经变得比较低 可能拿去打一般的战斗路 极限战斗路 甚至是GT悟空转啊 吉多北吉大段 可能还有用处 可是在最难关来说啦 Redzone啊 这个Cellumax上面 大底上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啦 不过 像这个二周年的超市 北吉大跟超市悟空 我会留住 主要就是它们在输出力度 其实还蛮有帮助 如果是有抽到 七周年的超市双人的话 把它们组进去 其实威能还不错 然后在更低下面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比较 嗯 怎么说 属性卡啦 我会把保留着 就是像超三达啊 数超贝啊 还有寄金佛 这几张它们的优秀的点都是在扛伤害 寄金佛 极限战之后 有一个80%的减伤 然后 我们的这个超三达 它是有80%减伤 10个回合这样子 然后数超贝的话 在Redzone上面来说 主在那个 超市双人的队内啦 其实还不错 可以做一个扛普公用的扛伤位 然后在网上看的话 一些些啦 来到了这个 提佛哥嘛 跟超17号 这两张目前在比辞来说 是比较优秀的旧卡里面啊 120%的属性队长来说 他们两张是优秀的 像提佛哥 它目前的攻防能力都还算是蛮优秀的 可以打可以防都OK 然后 超17号就是 当我们可以使用Wiz的关卡上 可以让它的减伤突破100% 完完全全的做到Gato 它是很好用的 尤其是在Redzone上 你主在超市双人队 我们当没办法直接大火力输出的时候 靠着它慢慢的拨过去 它算是一个盾系角色啦 未来还是会蛮有用处的 然后再来往上看的话 基本上都是类别队长的嘛 比较旧的 2020啊 2019 2018的 类别队长来说 大部分 没极限的 都能力不是太优秀啦 那边其实我们可以不用看它 可是因为他们有未来性 所以抽到其实都是蛮不错的 至于已经极限在玩的啦 就以两个卡机来说 都有各有七张已经极限在的角色啦 像A卡机这边 立陶宏 苏达烈斯 提鼠的未来犯 然后技术的超市狗吉他 技术的变身佛 技术的权力 超市悟空 跟力术的救济犯啊 比辞这边的话 是有数数的神兰达 数数的变身悟空 提鼠的超义星龙 知数的疾悟空 技术的蓝神 Begito 然后技术的希特 还有知数的天使金佛 然后以这个个别卡池的七张的那个类别队长限定 已经极限在过后来看的话 其实也是就以整体实力来说 我个人是觉得啦 在A池的这七张限定也是会比较强过我们的V池蛮多的啦 因为主要的几张像立陶宏 因为主在未来篇 现在日版这边啦 主在未来篇 或者就是国际版其实也是一样 未来他们极限在上来 也是非常强 尤其是在Jamas Team里面 可以做到很好的抗 那个普助角色 然后像苏达烈斯的话 极细角色呢 超强普助 而且本身也蛮有威力 像提鼠的未来范啊 技术的超市狗吉他 提鼠未来范是58%的减伤的优势嘛 然后果吉他是超高确立的回击必杀 然后再来下去的话 就有一点普通的三张啦 既变身佛啊 既权力超市悟空 跟隶属究极无反 这几张也不能说他们不强啦 但是也就是相对来说 上面四张会比较低一点 像既变身佛 它可以一个无限跌攻防 可是比较针对抄袭的角色 可是它有优势的点在于就是 每一次进场它都可以帮忙回血 在现金来说还蛮不错 因为蛮多关卡都很多限制啊 可以提高回血的手段 既权力超市悟空就很依照血量啦 至于隶属的究极无反 大家都知道它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那个高确立的全属防御啦 至于我们比辞这一边的话 也是同样七张 素数的神兰扎本身就是 蛮好的队长技存赛嘛 配上它相当高的防御力 可是这一张的话啦 需要开路数比较高才会比较有感受啦 如果开路数不是那么高的话 会觉得好像没有太大的用处 不过再比辞这张素数的变身悟空啦 反倒是会比较优势一点 因为本身跌到晚换到最伤最终间断的时候 有一个25%的减伤 配上它前面都可以无限跌攻防 所以是还不错 提鼠的超义形容目前在邪恶龙队里面其实是蛮强势的 跟提鼠的那个佛格克威啦 是一样的一样的那种能力方式啦 可以打可以防 只不过现在它还没有一个完整的队伍出来 所以还需要蹲 然后之鼠的吉悟空在这一次的 Cellumax的关卡出来之后啦 能力其实还蛮有帮助的 可是这个的话就需要开路数 至少要开一路到两路才会比较好用 像我自己没有开路的话 用起来其实还偏难受的 然后既然贝是跟我们的立陶宏同时极限的嘛 可是我个人会相较于这个既然贝来说 我会给它比较偏好在立陶宏身上 因为现金来说比较都是打短期决战比较多啦 所以需要花时间去叠攻防的既然贝再这样对比下来 它的评价会比较稍微低了一些些啦 低归低可是它还是有它的强度在啦 然后既希特就可惜在它太早极限了 现在来说我们会看看 有3-40万的防御 可是还不是太够用 最后的支天支金风 就太过特工限定了啦 比较难搞一些些 整体这样看下来的话 其实不会有太大差异 可是在A卡机这边啦 确实是列为优秀于我们的B卡 最后最重要一点就是我想要说的就是 因为这一次的主题是我们的 Volker嘛 是推出的 2019年位 对2019年位 然后还有就是隶属的愤怒悟空 2019年的中段 这两张卡其实都还蛮对应到主题的 都是最强对最 应该说 愤怒悟空是处置纳美克星 然后克维拉是最强对最强 这部机场版 所以克维拉的可能性很高 然后纳美悟空的话 主要是因为 大家可以看啦 现在的倒数图啦 前面6天基本上都是纳美克星片的 所以把这一张隶属愤怒悟空啦 去年没有极限的 今年来极限的可能性 其实还是有的 然后另外A卡池啦 还有一张 Kurani讲 就是金属克维拉 素数的那张 虽然说它是百易战士的机场版 可是如果后半段真的是把百易战士给推出来的话 A卡池这边也是会让他们的阵容更大的提升 然后B卡机这边的话 嗯 我觉得目前这样看下来 官方因为最近开了那个巨场版联动 就有一定点的可能 B卡池的比克有机会 可以因为这个巨场版的关系获得极限 可是我觉得可能性是偏低啦 嗯 所以整体来说 A卡池的吸引力度啦 在我看来会比较大一点 优秀的角色蛮多的 就像 不是说B卡池没有优秀的只讲 像排骨饭啊 神剑饭啊 布罗利这三张 我们当然讲这三张的话 都是现阶段任何的超难关都很好用的卡来的 然后在B卡池目前就天界范算是比较不错 然后吉义悟空在这一次的CELUMAX的关卡 算是比较再次重回大家的视线中也是好用的 那主要是给大家知道一下这两个卡机啦 大致上的实力分割啦 只不过是现在在A卡池这边的大家的能力啦 是蛮适用于现金的环境啦 所以如果是比较新手呢 大部分的卡都没有的朋友啦 我觉得可能可以考虑一下A卡机 多抽它啦 当然现在也不用抽先 我觉得可以稍微忍一下 等收集到比较多 因为之前在Vision上面有一个公告 50抽 有保底LR再加保底三张Pickup 那一个也不知道到底 目前为止官方都还没有推出来 到底是用什么券来抽 如果真的是用这个纪念券来抽的话 现在把券浪费掉是有点可惜 当然啦 我个人是觉得可能性是比较低啦 主要就是 如果他真的50抽保底啦 是用这个券 然后官方又没有给通知的话 抽掉的玩家一定会干掉那个万代的 这个是不用说的 所以 我觉得可以存这些 不急着抽 然后等活动开始的时候 我们再来决定 也是可以的 因为26号的公告出来 我相信 这些比较重点的内容啦 都会出现出来的 OK啦 大致上就给大家知道一下啦 我是比较推崇在A卡机啦 B卡机有大家喜欢的角色 也是可以抽 因为我们爆裂击战这游戏 除了就是过关卡 实力方面来说的话 就是抽自己喜欢的角色啦 嘛 只要自己喜欢就好了 也不一定要跟着实力来走 全看自己的喜好 全看自己的喜好 这边就给大家做个参考啦 OK 那么 这一次的影片也就大致结束啦 希望大家就可以把自己 所想要 所欠的卡 所欠的卡 所欠的洞 给补上来啦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